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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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够呢 就幅度要降到够多 如果你只降0.25了 估计市场也不会买账的 所以市场在联准会正式开会决议降息之前 先给他下马威 先给他发出预警 先就是人家讲的会炒会闹的才有糖吃 所以昨天就借着美国公布的PMI表现的不如预期 昨天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47.2 大家可以看PPT右边 47.2 47.2好不好 真的不好 这个中国的PMI就已经不好了 你想想看中国PMI这个49.1 那那个美国当然是更不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人家本来预估他应该47.5 又不如预期 但是呢47.2已经比上个月46.8好一点点了 好一点点不是最坏了 那下个月会不会最坏呢 下个月会不会最坏我们看一个数字 因为PMI是好几个指标一起做中和的一个加权计算出来的 它其中有个新街订单的指数是44.6 那就很惨了 那就很糟糕了 而且它比较有这个领先指标的味道 那新街订单如果不理想的话 那就会影响到 就是上个月的新街订单不好 那就会影响到这个月的 这个工厂的开工啊 还有采购啊 如果这个月的新街订单不好的话 就会影响到下个月的开工这个采购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 这个下个月 等这个最新的PMI指数出入以后呢 可能会比47.2更糟 而且像这个美国彭博社都已经讲 财购经济的指数啊现在是要挑战四年来的新低 那四年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挑战新冠疫情危机期间 这个复苏以后的这种新低 那大概不会有人怀疑 美国这个经济正在走下坡 只是走的速度的快慢 还有呢走的这个幅度 这个下滑的幅度 这个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那另外一点呢 供应商啊交货的指数啊 通通都在下降 唯一好一点的呢就是 就业市场稍微好一点 但就业市场的好 现在慢慢有点失增了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这个是非法移民嘛 然后都打短工嘛 那就会影响到 这个所谓全职 这个薪资的这些劳工 他们的就业机会 那到底这个就业指数 可不可以反映出实际的经济状况 现在呢感觉到美国 这个就业方面的数据啊 跟实际的经济状况 有点越走越远的味道 这就是昨天呢 这个投资人呢 对不对 跟这个借着PMI 这个采购金人指数啊 这个公布呢 来跟这个联准会呢叫板 跟联准会闹 就是要他尽量 这个能够多降一点 要降就看脆这个一点 不要拖拖拉拉的 一次一小步 一次最好跨两大步 大家就是这个味道 那PMI为什么会不好 那大家都归咎 这个英伟达 美国的半导体 这个怎么说呢 如果大家有注意新闻的话 前几个月啊 很多美国媒体都报道 连准会不降息 没有关系 美国经济还是啊 这个非常的强壮 为什么呢 因为由英伟达引领的人工智能潮流啊 不断在创造新的商机 新的就业机会 新的投资 新的需求 这个让人家觉得连准会不降息也没关系 只要有英伟达就好 那最近呢 英伟达有点麻烦了 我们看啊PPT 右边 这个图 英伟达 现在有一个困难了 就是美国低欧阶 美国低欧阶是什么 就是美国司法部啦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美国人啊 跟咱们中国人一样 全世界人都一样 少跟法院打官司 少跟法院接触 最好永远老死不想往来 那最好 低欧阶就是美国司法部 已经呢 开始对英伟达 展开了什么呢 这个反垄断的调查 而且已经发出传票 对谁发出传票呢 对英伟达的客户 要叫他们到 这个美国司法部啊 来接受问讯 开始收证 这不是开玩笑的 那如果认为他 真的有涉嫌到垄断的话 那就会 要求他分拆啊 比如说他的游戏部门给我拆出去 那要求他数据部门独立出来 那这麻烦大了 你觉得真的会这样子吗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还真的不好说 外名哥哥年纪比较大一点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 上个世纪啊 美国70年代的时候 那个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那个时候最厉害的电脑公司啊 不是IBM 也不是康博啊 也不是戴尔啊 那戴尔那时候都还没出现啊 那是什么啊 之前有一个DG多 DG多 DG多后来也倒掉了被并购了 我告诉你 在DG多出来之前啊 有个更厉害的 那那个时候个人电脑啊 还没有大行其道 有个叫做王安电脑的 王安电脑的 他的这个商标呢 公司名称就叫Wang 为什么呢 因为老板是个华人啊 名字叫王安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百度搜寻搜寻 王安电脑那个时候 几乎做到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 那个时候的电脑 主要是给企业 公司 然后机构再使用 都是那种大的 那种数据机 运算机 那时候没有什么个人电脑 真的非常少 个人电脑呢 大概是上个世纪 巴黎年代啊 苹果啊 一号出来以后啊 才慢慢慢慢地 这个普及了 这个之前啊 这个家里头不可能装电脑的 因为电脑都好大 王安电脑 那王安电脑为什么叫王安电脑 因为他中国人嘛 这个是不是跟黄仁勋很像 你们小心点啊 美国人的历史中啊 有排华的传统 还有很多啊 移民美国的华人啊 我讲不好听话就是傻逼 他以为美国啊 哎呀讲法治 哎呀讲人权 哎呀讲这个自由 你想得太美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传统啊 西方社会啊 对于中国人 他会把黄荷 化作等号 因为中国人是黄种人啊 这个欧洲的历史啊 西方的历史啊 从中世纪之前啊 就饱受 黄种人的 这种侵略 或者这种打击 压迫 真的这样吗 真的啊 在中世纪之前 对不对啊 这个欧洲人 欧洲人心态都是这样子 小孩子不听话 对不对啊 那就跟他讲 这个匈奴人要来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罗马的灭亡 对不对 跟匈奴这个西迁啊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这个东汉 汉河地吧 还是汉原地 汉河地吧 时候大将军斗县啊 这个北伐匈奴啊 打到现在 外门谷北边的 那个中国名字叫 唐奴乌良海的那个地方 那边呢 有一个燕燃山 还在那边立了碑 就是匈奴军全都赶走了 匈奴人矜持这一打击啊 觉得啊 这个东方故土啊 待不下去了 就开始大规模西迁 一西迁的结果呢 就造成整个 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西迁 那你就知道 这个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到了那个十二十一二世纪的时候 哇靠 又有蒙古人来了 所以欧洲人对黄种人 有天生的惧怕 特别是中国人 这个黄人群啊 要去啊 首读一下西方的历史 这个不要太 这个 你知道吗 不要太张扬 低调一点 你都不见得能逃得过 大家会觉得说 外门谷你这会不会想太多 对对对 也许我想太多 但我希望呢 我讲的这些都是无极之谈 但是不是无极之谈 咱们走着瞧 慢慢看吧 这个就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对不对 要做这个数据机啊 这个GPU的也不只是这个 也不只是这个英伟达啦 那个AMD啊 OpenAI啊 这个马斯克啊 他们都要自己做这个AI 甚至于呢 高通也要自己做 但是呢 美国的半导体也是这样子 它跟人工智能业一样 就是大量的依赖华人的脑子 所以你去看美国 著名的半导体工程师啊 除了早期 上个世纪60年代 那一批啊 这个第一次从东岸 移到西岸的那一批 比如说这个摩尔定律 发明人摩尔啊 或者呢他的老师Shark Lee啊 这些诺贝尔讲得主的啊 之后啊 华人占的比例非常高 当然后来就出了一个张忠谋嘛 当然张忠谋之前还有很多啊 胡明镇啊 在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业啊 都是下下教的人物啊 为什么 华人第一个数学好 第二个刻苦耐劳 他不像美国人 老师讲一件事情 美国现在的高科技公司啊 躺平文化非常普遍 所以他要找一些不会躺平的人啊 来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培养的 这些大学生 人工智能专业的大学生 都跑美国去的原因是一样 现在美国人工智能业啊 这个依赖中国人比例比之前更高啊 你知道吗 这个是真的千真万确 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新闻 那另外一点呢 就影响到美国整个半导体 这个7月份的销售 这个其实到7月份为止 美国整个半导体 美国SAI 就是半导体协会 它做的全球半导体的销售啊 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7月份呢 总销售额是513亿美金 已经是这一波半导体 这个 这个复苏以来 最高的记录 很可能下个月呢 就会挑战2022年 那个时候最高记录 大概是一个月卖540亿美金 上个月是500亿美金 这个月 就6月份是500亿美金 7月份是513亿美金 应该更高啊 但是呢市场认为说 513亿美金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只增长了18.7% 因为为什么呢 5月份的时候呢 增长率是19.3% 18.7也不错啊 因为6月份的增长是18% 那现在6月7月份的增长比6月份还高 只不过比5月份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市场就用这个当理由 就认为呢 它的增长呢 对不对 已经低于今年以来的平均线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不会像以前增长那么快了 就像是英伟达第二季财报出来 很漂亮 你找不出毛病 唯一有毛病就是英伟达自己讲 第三季的增长率可能不会超过三位数 那市场认为呢 应该维持100%以上的增长 那才够力 但英伟达只说 我大概只能增长80%到90% 这样子对不对 股价也可以下跌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从一个角度思考 就是为下跌打压这个英伟达的股价呢 找借口了 懂吧 这个跟景气不景气没有什么关系 纯粹就是前段时间涨太多了 而这段时间他认为他应该休息休息休息 你跌下来以后呢 这个有人就可以抄底 抄底以后再拉上去套力的空间就大嘛 这个就是市场的tempo 节奏 就是这样走的 接下来呢 跟大家看下一条新闻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一跌以后大家就慌了 大家都知道8月初啊 因为日本央行升息啊 把那个基础的利率啊 升到0.25% 那结果呢就造成全世界的恐慌 担心呢日本升息跟美国的这个基准利率的利差缩小了 那缩小以后呢 这个留置在全世界的那些资本资金呢 会不会回去拥抱日元 回去日本 那就造成全球股市啊 就出现那个动荡 但事实上有人分析啊 其实啊 这个动荡是短期的那种情绪所造成的 如果动荡过了以后呢 市场慢慢恢复的话 对不对 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对不对 就存在在那个地方 现在呢日本利差基准利率是0.25% 美国是5.25% 还差5个百分点 对不对 还很 还很非常大 所以呢不必担心 但是啊 市场就是有预期心理啊 有预期心理的话 就会造成资金板块的移动啊 什么预期心理呢 就是第一个认为日本 如果还继续升息的话 利差会缩小 利差缩小的话 就会影响到 美元跟日元之间的汇率 那之前呢 因为利差在扩大 所以美元升息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来讲是升值 现在呢利差缩小 所以呢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 变成日元会升值 所以大家呢 在这个预期心理之下呢 就会把资金呢 移到 移回日本 那日本的日元所带动的 这个Carrie Chetty 就是套利交易啊 就不互存在 那这个论述对不对呢 那为什么 为我们在好多节目中啊 尽量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啊 这个大家就是要了解这个状况 那 但是 前天 Yuda Yuda Yuda是谁呢 U-E-D-A Yuda Yuda 就叫做 我说实在这个 和田直南啊 还是直田河南 我搞不清楚 反正是日本央行的总裁 他的名字呢 叫Carrue Carrue 这个英文的P呢 是K-A-Z-U-O Carrue Yuda 他就讲呢 我觉得英文还比较好记呢 那日文啊 不晓得是直田河南 还是河南直田啊 我搞不清楚 我经常被搞乱 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很大的麻烦 这四个字呢 随便拼啊 念起来都很顺 所以呢 最有这个麻烦 所以大家以后给小孩子取名字啊 姓该取什么 名该取什么 啊 这个顺序啊 弄清楚 不然呢 就会造成啊 这个日本央行 那黑田东 黑田东燕 对不对啊 我念一遍我就永远记得了 只有这个和田直南 或者直田河南 我老是搞得 头昏脑胀的 反正他就讲 日本 B.O.J.就是日本央行啦 Wail Lift Rate 会继续升息 会继续升息啊 只要现在的经济展望符合预期的话 他就会升息 现在日本的经济展望是什么呀 因为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和田 这个总裁啊 他有 他就是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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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骨子里就认为啊 现在的日本的资产被低估 那被低估是什么原因 就是日本啊 日元太便宜了 所以呢要升息 那日元升值的结果呢 就可以让日本人的资产呢 对不对提高 估值就可以提高 这个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那所以呢 他基本的观念就是要升息 那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日本呢 现在还处于 实质利率是负利率的状态之下 也就是说啊 日本现在是通货膨胀 比如说八月份最新出来的 东京核心物价的这个CPI呢 是百分之2.6% 但是日本央行的基准利率呢 是百分之0.25% 也就是说现在虽然啊 日本银行已经走出了负利率 日本银行的这个所谓基础利率 走出负利率啊 我们讲的是那个normal 就是那个明目利率啊 是摆脱了负利率 但是实质利率 因为还低于这个通货膨胀 把明目利率减去通货膨胀 这才是实质利率 还是处于负的 这不合理 所以呢他的目标呢 是要把这个日本的央行 就是日本银行的 国家的基准利率呢 能够调调调调调到高于通货膨胀 那这个才是正常的 也的确是这样的 你根据各种这种 这种银行学啊的这种理论啊 的确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强调实质利率 像中国现在就是实质利率啊 对不对是正的 我们这个官方的基础利率呢 是百分之二点多 然后CPI呢 大概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那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现象 一旦出现实质利率是负的话 那危机啊会很大的 而且啊现在从经济的表现来看 我们看PPT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图啊 就是三条线 黑色的这条线呢就是 明目的日本人的明目工资 那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呢 就是实质工资 就是日本工资的上涨幅度啊 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 让日本央行啊有这个胆气啊 可以啊进一步的去这个升息 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彭博社 他也有报导啊 他这个英文啊 有很多人可能乍看之后不太懂啊 就是日元啊可能会进一步的 这种升息 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日本的PMI 就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这个最新的是49.8 比上个月49.5啊还要好一点 就日本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其实表现得比中国还强 而且呢对不对啊 是7月 不是8月是49.8 高于7月的49.5 那中国刚好相反 中国是8月呢是49.1 低于呢7月的好像是49.2 这个你就知道了啊 所以日本人认为啊 这个日元走强啊 是符合经济的展望跟现状 那这个情况之下 那大家就担心啊 你在升息会不会又造成8月初 因为日本央行升息的结果呢 出现了那个所谓Break Monday 就是那个所谓黑色星期一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而且这个一旦呢 再出现这种现象的话 嗯 那就不好说了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啊 美国的个人消费的指数呢 对不对 出现下降的这种情况 会促使联准会进一步降息 所有的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逻辑啊 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啊 美国会降息 日元会升息啊 其他国家呢 对不对啊 也会跟着美国一起降息 那中国呢 我估计是不太会动 必要的时候呢 央行可能会透过逆回购的方式 这万民哥自己的判断啊 释放流动性 释放流动性 因为基准利率 调降这个基准利率啊 目前我认为我们人行啊 还不太会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一些事情啊 利率太低啊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利率反映到这个国家社会 还有他所这个管理的这个市场啊 基本的投资报酬率 你要知道这个很严重啊 很严重啊 现在中国的利率其实已经不高了 对不对 你再给它降下来的话 而且 而且还有一点 你这个利率降的话 会造成什么呢 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利率也涉及到企业经营的成本啊 你降低利率的话 对不对 那等于有一些本来该淘汰的企业 因为它的利率成本降低了 它就不被淘汰了 就可以苟延残喘 那它苟延残喘的结果 就会占用到一些生产资料 你知道 从事一些没有竞争力的生产活动 你知道吗 你知道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老实讲啊 政府对不对啊 透过预算 透过利率 货币政策 各种奖励 这个租税工具啊 鼓励企业啊 来刺激经济成长 这个表面上是讲没有错 但也可能形成反淘汰 行政反淘汰 就是有一些该退出市场的 退不掉 我打个比方说 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胖胖的 一天到晚在蹭流量的那个周胖子 对不对 大家知道啊 那个周胖子 对不对 它搞的那家汽车公司 其实品质也不好啊 也卖不了什么多少辆车子 但是它就 反正国家有补贴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趁着这个政策红利啊 它就那边苟延残喘啊 有一天过一天啊 是不是 那这个会影响到什么 会拖累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对他们的发展跟扩张 你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就讲到这边啦 因为再把名字讲出来的话 那可能有人会找我麻烦了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啊 我不是我讲 GN你好 羊子你好 浅龙你好 谁到流水不能吸 三字清醒大家好 马达你好 小丸子霸吉祥 这个 雅雅 大家中午好 这个是万民哥啊 跟大家 稍微聊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 我那讲大家听得懂 听不懂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马斯克 马斯克这个人啊 就是处处都要 增强好胜 他有这个本钱世界首富啊 那 有这么多钱啊 他的这个财富有的时候 都超过一些国家的GDP啊 嗯 这个富可敌国啊 但最近呢 又忍上麻烦了 其实他也不怕 他张嘴巴 对不对啊 不晓得是为了 那个创造流量 还怎么回事啊 一下子说 哎呀美国要破产 一下子说 英国要内战 对不对啊 那最近呢 跟巴西啊怼仗了 而且 嗯 其实没有必要 主要是什么 就是 马斯克的S平台啊 他言论尺度比较宽 那言论尺度比较宽 他的结果呢 就会经常有一些假消息在上面 一般的这种平台啊 他自己会有一些审查机制 如果 不识的消息的话 就不让他 在平台上出现 但这个时候呢 也可能让 某些国家的政客啊 或统治阶层啊 作为 言论审查的这种工具 那也不对 这牵制老百姓的言论 跟思想的自由 那马斯克就是一个 为言论职 言论是有至上的人啊 所以他基本上 不太去做相关的审查 因为你有这个审查机制 在上的话 有这个机制的话 那有人就会 试着影响这个审查机制啊 比如说给钱啊 给权利啊 给你一些特殊的待遇啊 要不然呢 就用 国家的 机器的力量啊 对不对啊 给你施压 那个前段时间 佐克伯格在 美国国务院 这个 作证的时候 不是作证喔 对对对 作证的时候 他自己还发表了 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写得好长啊 哎呀 说美国现在 这个拜登死老头子 这个 经常对我施压 那白宫的人啊 动不动就打电话 要我那个不能登 要我一下登那个 一下子 那个要封 这个 根本就在干预美国的 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佐克伯格自己讲的啊 大家这个 一看这个消息以后啊 这个都惊呆了 因为这是违宪啊 这是违背宪法 你就晓得 拜登这个满嘴巴 人意道德 这个老混蛋 可恶到什么程度 就说一套讲一套 现在美国人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政府啊 这个 美国的政客啊 我老是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管他是国务卿 管他是国家安全顾问 管他是财政部长 管他是商务部长 管他是商务部长 管他是总统副总统 满嘴巴就是胡说八道 在那边搞诈骗 好这个讲多了 那这个结果呢 就影响了巴西啊 政府啊 对这个马斯克的X平台的不满 认为你这个在鼓励我们国内的犯罪啊 然后散布布什消息啊 就是扰乱社会的这种秩序跟治安啊 要求他改进马斯克拒绝 马斯克拒绝 马斯克拒绝结果 巴西最高法院 而且终于啊 这个院长叫亚历三大德莫拉斯啊 做出了判决啊 就是马斯克啊 你必须接受巴西法律的这种管理啊 否则啊 我就禁止X平台在巴西使用 而且下命令哦 给你封了 如果有任何人用什么翻译软件啊 去上了X平台啊 发表了不当的言论 最遭到以后都要罚钱 甚至于要刑事处罚 那所以马斯克拒绝就跟巴西政府怼上了 那巴西总统卢拉也出遍了 巴西啊 你可以看啊 英文啊 这个 傅比斯啊 的新闻里面讲 巴西President的总统 总统就是卢拉啦 说 Says 说Elon Musk 就是马斯克呢 Wales 他的财富呢 不能够 不代表一个mean 就是mean就是一个意思 或者呢 不等于 不等于呢 对不对 世界呢 Has to exhibit its far right ideology 所以马斯克财富呢 不等于全世界 都要接受你那个极右派 这个层次拉得很高哦 拿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上 你知道吗 就讲话讲得很重了 你就是意识各种东西讲 你不要以为你有钱 你有钱就会为所欲为 你有钱就可以胡说八道 你少来巴西不吃你这一套 你知道 那不仅是这样子哦 也可能影响到新链计划 在巴西的服务 因为其他巴西的这个网路啊 都已经封了X平台 但是新链还可以啊 所以呢 巴西政府也这个威胁啊 这个查封这个马斯克 这个X平台还有新链在巴西的账户 马斯克他也讲 你如果这样干的话 我就给你采取对等报复的措施 什么叫对等报复措施 你查封我 那很简单 我也会透过美国的法院对不对 查封巴西政府在美国的账户跟财产 你就晓得你看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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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克 他可以动用美国的力量 那就不得了了 那所以说将来这个剧情啊 会怎么发展下去 这个还蛮有趣的 我们看看啊 这个马斯克斗这个罗拉 斗这个卢拉 斗这个卢拉啊 到底谁赢谁输啊 这个其实 其实很好笑啊 这个 接下来啊 我们再看一个新闻 就是俄罗斯跟东大的新闻 就最近有人在这个莫斯科的地铁站门口 就看了一部 看到发行一部 这个东方大国啊 这个东风汽车公司生产的猛士 民用型的猛士 这个车子啊 每年那个车展的时候啊 都放在那个 那个东风汽车展场的入口 最醒目的位置 因为这个车子啊 不管是军方啊 还是民间啊 还是这个世界各国啊 用的量非常大非常的大 这个某种程度来讲啊 等于是中国出去的名片啊 这早几年美国的那个装甲车 或者军用吉普车那个汉马 那个时候很厉害 但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啊 因为我看那个北京还有上海车展 看了很多年啊 从2004年第一次看北京车展啊 我前前后后看中国的车展啊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那样看啊 大概看了十几回 一直都有这个车子 一直都有东风的猛士 而且你会发觉啊 每一次看东风猛士啊 它都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这种性能啊 还有它的这种 它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那车子放在那个地方啊 第一个车子 现在中国的车子的设计感越来越好 就这个装备啊 我们不要讲它的性能 看了就很爽 看了就很威猛 就有人在莫斯科的地铁站门口啊 就看了这个车子啊 就说就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国的 就是因为俄罗斯啊 这个黑腿就是要加强 用了重型装甲车 用了什么呢 用了重型装甲车 这个重型装甲车是 文化中心那个地方啊 那边地铁站门口也放了一部啊 那属于公安局的 它这个不晓得 属于好像莫斯科 国土安全局 保卫局的这个部门啊 所使用的 但这个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啊 这个 现在整个俄罗斯的汽车啊 都是 等于是 跟中国的市场一样 因为俄罗斯以前在俄乌战争之前 它的汽车工业啊 就不是很强 你都会觉得很奇怪 俄罗斯的坦克车 装甲车那么厉害 为什么汽车工业做不好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 就是俄罗斯可以做最厉害的这个 洲际弹道飞弹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做不出好冰箱一样 你现在俄罗斯啊 这个生产这种装甲车 军用车 这种企业 第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乌拉尔托拉机场 或者这个技术跟工业这个科技公司 第二个就是福尔加托拉机场 第三个呢就是俄罗斯 这个机械厂 就这几个工厂 这几个工厂 现在生产俄罗斯的军用装备都来不及了 那民间厂又没这个能力 因为俄罗斯几个民用商用车的汽车厂 比较有名的就是加斯汽车 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拉达汽车 要不然呢就是莫斯科人这几个厂 在这个俄乌这个冲突之前呢 这个加斯汽车是德国这个OEM的 帮德国的汽车做OEM 生产大众汽车奔驰 那莫斯科人呢还有这个拉达 是生产雷诺的汽车 现在呢都是生产江淮的 生产齐瑞的 生产长城的 而且一年卖的比一年多 我们可以看这个现在呢 中国汽车出口 除了在当地生产OEM以外呢 还有直接出口 这个PPT右边下面这个图呢 这个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市场呢 就是俄罗斯 包括直接出口 还有这个OEM的 年产量是287万辆 接下来的呢是墨西哥159万辆 接下来呢才是这个所谓比利时 也有120万辆 这个东西它包括什么 包括主件 包括套件 不是光这个直接出口的 一起算起来的话 这个 那俄罗斯呢更不用讲了 俄罗斯的整个民用商用汽车的生产 百分之八十几的零件都是中国供应的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直接接盘啦 从西方的汽车厂 包括韩国 日本跟这个欧洲的汽车厂 这就是现在呢 由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力 那影响的结果呢就造成 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德国 德国本来是欧洲最大的这个 汽车工业生产国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前天啊 德国的媒体就报道了 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整个 汽车的 attitude 就整个汽车的大环境啊 都出现下滑的现象 这个是德国有一个机构啊 叫做IFO 它所做的一个调查 你会发觉啊 这个三条的这种曲线啊 包括对未来德国或者 这个汽车厂的这种期待啊 还有呢整个环境啊 还有整个商业的这种条件啊 德国的汽车厂都处于下滑的现象 这个 这个 就是情绪啊 相对就是 比较这种悲观 这个是现在啊 德国情绪 最后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情绪 房地产 昨天有两个房地产 一个呢是 居住用的 另外一个呢是 生产用的 深圳南山区 昨天有一个 商务公寓的 这个 商务公寓 商务公寓的这个 商品 价格一系之间 由7.5万一平米 跌到了3.5万一平米 哇这个很厉害啊 这个很厉害啊 7.5万跌到了3.8万 讲错了 跌幅将近50% 当然这个商务公寓啊 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啊 商务公寓就是一些 小单位的 里面还有一些夹层的 它的这种 物件啊 这种物件啊 就是房地产 景气的时候啊 那很多建商呢 为了赚钱 它就卖小单位的 这些套房啊 或者所谓的商务公寓 好赚钱嘛 好卖嘛 这个进入的满坎比较低嘛 可以吸引更多的 这个 没有那么高收入的人 去买那个房子嘛 那现在呢 刚好 房子碰到不景气的时候 这种房子呢 叠价也叠得特别快 所以就出现了 一个晚上 就从 7.5万跌到3.8万 整个1到8月 深圳地区的 所谓 商务公寓的成交量呢 大概只有3800多套 比去年呢 减少了45.4% 所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房地产啊 短期之内啊 起不来的 我跟大家在讲一件事情啊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除了上海 开始子里也有回升之外 其他69个城市 新房 新建商品房 跟二手房 通通都在跌 整个房地产的大环境 短期间之内 看不到回暖的迹象 你这个一定会影响到一些 这种建商 他们的业务 这个给大家了解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 长沙 昨天有一个工厂 闲置的工厂 这个闲置的工厂呢 是广汽菲克 是广汽当年跟意大利菲亚特 投资100多亿建的一个厂 居然呢 两次拍卖流标 第二次拍卖 15多亿 面积多少呢 70万平米 就70公顷 里面是一整套 这个完好的新厂 包括涂装厂 包括焊接厂 包括充压厂 这个 你只要愿意出这个钱进去的话 马上就可以开机生产了 这个 但是呢 居然没有人要 这就反映出一个转型 因为这种老的汽车 已经不太符合现在 新的新能源车 他们生产所需要的这种设备跟条件 你买来以后 可能会经过很大的这种改造 比如说人家这个新能源车 人家都用一体压注啊 它现在呢 还用传统的充压跟焊接 是吧 那这个设备可能 你买来以后 如果做汽车生产的话 可能通通要换掉 那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汽车液 它的确 因为某些程度是比较困难一点 尤其 你也可以觉得沧海桑田 当年到中国 来搞汽车的这些核资厂 那些外资厂商 老实讲啊 你在 意大利活不下去 你在欧洲活不下去 你在美国活不下去 你要到中国更活不下去 你全世界因为最好的机场都到中国来了 而且都拿最好的东西啊 你不可能像那个韩国现代 为什么搞到在中国这么惨 就是现代虽然车子不错 但是他拿中国合资品牌生产的东西 都是现代淘汰的东西 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有时间明天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